这是歹徒行凶之后 骑车逃离现场的画面 他刚刚开枪造成四死一伤 案发在南投草屯康建生物科技公司 董事长赖敏南头部中弹 还有四个人被开枪身亡 什么深仇大恨如此凶狠 案情太吓人 第一现场在农场 下午4点20分 嫌犯靠住了赖董的弟弟 和刘姓客长两个人 接着打电话给赖董要他过来 他说有客人不能来 歹徒就朝两人开枪 然后骑着客长的机车网公司 这是第二现场 嫌犯趁着公司下班时间 人潮进进出出 一举是突破门口警卫的防线 说要进去里面找赖博士 等他进入生计公司里面以后 先把员工都关进厕所 没收手机 断绝他们与外界联系的方式 接着朝赖董 赖董的女儿 以及女会计师开枪 凶手跟赖董有打斗拉扯 后来中弹受伤 他送医的时候 伸手摸着头部 这是中弹的地方 女儿跟女会计当场遇害身亡 凶手疑似在枪支 装了灭鹰管 行凶之后骑车逃离 警方克枪使弹 带着盾牌赶到 现场留下了五颗弹壳 凶手已经逃逸 T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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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